霸王龍也呼應了雞的決心 將龍皇凱撒擊潰後 與守護獸們合體為大獸神 取出天神號角 準備將其斬殺時 雞卻要大獸神停手 便走向哥哥面前 準備要處決他 大家好 歡迎收看不負責任熱血軍 恐龍戰隊跟鳥人戰隊一樣 在FC上有出過遊戲 不過恐龍戰隊這款遊戲 卻沒有傳承經典的鳥人戰隊遊戲系統 遊戲方面表現得非常拉胯 遊戲攻擊及跳躍判定都很糟糕 更令人摸不著頭緒的是 連巨大機器人戰鬥 都改成抑制遊戲的方式進行對戰 真不曉得遊戲企劃腦袋裡在裝傻 這個節目是 不負責任風洞慢 不負責任熱血軍 上集提到 自稱大和國王子的布萊 從沉睡中蘇醒 為了報殺父之仇與潘朵拉合作 大大屌虐獸獵者們一番 其戰鬥力可是恐怖如斯 更糟糕的是 恐龍蛋還被潘朵拉給搶走了 他大笑的向獸獵者展開死亡宣告 三日後你們的冠老闆大獸神 將會被轟成渣啊 幹部們也隨著潘朵拉一同離去 回到神殿的丹覺得 能夠一拳撼動三合 反彈布萊劍祭 一刀就能消滅巨大化怪獸的大獸神 沒可能會輸吧 但一向冷靜沉著的鋼製卻有不同意見 潘朵拉一組有 布萊的加入 米拉的出現 恐龍蛋作威脅 所以不能夠大意 月面宮殿這邊 潘朵拉正開心的化妝 還用咒語讓格力風煞可以開口說話 但格力風煞卻與拉米吵了起來 潘朵拉問格力風煞說了什麼 潘朵拉聽了卻很生氣的罵他 瞧不起女人是不可饒恕的 得罪潘朵拉的格力風煞 只好去破壞城市賺點業績 讓潘朵拉高興 受戀者得知消息後 積極趕往現場 途中卻遭到拉米難解 雙方便在路上大打出手 戶妻心切的巨大化格力風煞 也跟著加入戰局 讓受戀者們無法招架 這時 潘朵拉突然出現 要受戀者叫他們老闆出來 即要同伴們別中敵人的圈套 潘朵拉只好叫格力風煞 抓走行徑中的幼稚園笑車 放在懸崖上做威脅 要是他們不叫出大獸神來救笑車 那麼墜落的笑車 不僅會讓師生們被摔死 恐龍蛋也會被砸破 這時 巴朵突然現身 告訴受戀者一個壞消息 再過30分鐘就是日全食 那麼 藉著太陽光獲取能量的大獸神 將會失去行動力 但是 為了救孩子們還有恐龍蛋 受戀者們不得已 只好趕緊召喚出大獸神 將跌落懸崖的笑車給救下 格力風煞劍目標出現 趕緊現身纏住大獸神 潘朵拉也把拉米巨大化 要他一起上 這時 敵方兩個亨哈二將想混水摸魚 幹走恐龍蛋 卻被巴朵丟出法杖給半倒 但因此又掉落河裡 大獸神這邊處境非常不妙 兩個頂級幹部聯手攻擊下 再加上日全食的來臨 大獸神因此陷入了苦戰 緊接著壓倒大獸神最後一根稻草 布萊參戰了 三個頂級幹部圍攻下 大獸神不僅九死一生 更大的機率是死死不生啊 果然 格力風煞與布萊的聯手攻擊 把獸人者們打離了駕駛艙 大獸神也掉落至滾燙的岩漿裡爆炸了 受聯者無奈的看著無情的烈火火烤著守護獸 頓時間真不知如何是好 潘朵拉對受聯者們幸災樂禍一陣後 便回到了月面宮殿開始大肆慶祝 自己終於幹掉了仇人大獸神 準備統治地球 這時布萊卻不爽了 他跟潘朵拉說地球是自己的 輪不到潘朵拉這老太婆掌控 沒想到老太婆法力真的是夠高強的 他對布萊一陣魔法輸出下 就將氣質布萊給打落至地球 難怪強如格力風煞 都對潘朵拉死心踏地不敢惹他啊 調回到地球的布萊 見到一個玩著球的白衣斗篷小孩 將他帶到一處可以時間停止的房間 其原因是布萊的生命 就如他看到的蠟燭一樣 只剩下30個小時 布萊當下實在是難以接受 還把傳說的武器授咒劍送給布萊後就離去了 不瞭解大明的朋友們 可以點擊右上角連結 首看熱血君製作的大名紀念特輯哦 布萊吹奏的獸咒劍突然回到了現世 便按照白衣小孩的指示 再次吹响獸咒劍 召喚出人氣最高的守護獸龍皇凱撒 龍皇凱撒的造型就是參考當紅的哥吉拉所設計的 根本就不是金剛善士所取名的翼特龍 兩者造型可是差很多的 可惜布萊並沒有善用神聖之力 反而利用召喚出來的守護獸在城市中大鬧特鬧 造成了不少災情 吹奏歌曲的布萊 聽到了熟悉的聲音回頭一看 原來是基正在解救受傷的小孩 氣憤的布萊變身後趕緊跳上了龍皇凱撒 繼續大肆破壞毫不手軟 即面對布萊瘋狂的舉動 決定不再顧念手足之情要親手打倒他 不過沒有守護獸的幫助 獸人者根本是自尋死路 果然龍皇凱撒發射超高熱子彈 龍皇彗星將獸人者炸得東倒西歪 在月面宮殿的潘朵拉卻懼怕這不知名的怪物威脅他對地球的統治 於是命令拉米夫妻巨大化來到地球消滅這不定時炸彈 面對龍皇凱撒強大的力量 敵人不講武德一一打二也逃不了任何便宜 但是神仙打架百姓遭殃 城市的災情越來越擴大 神殿方面發砸成心的作法祈求下 地球突然來了個大地震 受戀者的恐龍徽章也有了呼應 非禮的雞等人來到了守護獸的葬身之處 守護獸們就跟一灰一樣不死鳥重生了 經巴雜的解釋 滾燙的岩漿並沒有燒死大獸神 反而產生大量的蓋亞特龍給大獸神療傷 守護獸們還全速吸收大大增強的力量 潘朵拉劍狀馬上命令拉米夫妻撤退 布萊看到守護獸又復活了 再次吹奏獸奏劍命令龍皇凱撒打倒守護獸 這時守護獸的老大霸王龍立刻挺身而出要與龍皇凱撒單挑 布萊兄弟倆也展開一對一的對決 敵我雙方一陣激烈的交戰之下 起初布萊有龍皇護甲保護 姬對其攻擊都完全起不了任何作用 布萊的迅猛一擊 還讓姬手上的龍擊劍脫落 霸王龍戰況也沒好到哪去 龍皇凱撒一擊鑽頭甩尾 也將霸王龍輕易擊潰 但是在姬下定決心要親手打倒布萊 保護地球的意念下 對布萊奮力一砍 布萊魔劍因此脫手 情勢大大逆轉過來 接著姬順勢朝布萊一套劍武連擊 終於打到布萊破防解除變身 霸王龍也呼應了姬的決心 將龍皇凱撒擊潰後 與守護獸們合體為大獸神 取出天神號角 準備將其斬殺時 姬卻要大獸神停手 便走向哥哥面前準備要處決他 雖然布萊舉起魔劍 想要砍死背對著他的姬 但姬死意已決 要布萊快點動手 面對淚流滿面的弟弟 布萊終究還是不忍心痛下殺手 並祈求姬能夠原諒他 由於布萊真心的改過 魔劍也跟著灰飛煙滅 兄弟倆相擁而泣 化解了所有恩恩怨怨 自此龍皇連者也正式加入了 受連者的行列 成為戰隊史上 正式的第一位第六名成員 而被打倒在地的龍皇凱撒 也在布萊的強迫下 與打倒他的守護獸門合體為鋼龍神 笨打與孩之寶 另一個撈錢的金雞母正式亮相了 回到時間暫停空間的布萊 馬上遭到白衣斗篷小孩警告 你的生命只剩下25小時50分 但是你不用擔心 鳥人陣對的凱哥哥在天國可是過得很爽哦 接著小孩還表明自己的身份是 生命精靈克羅托 但是好不容易和弟弟和解的布萊 不甘心自己將要殺手人寰的事實啊 緊接著 妹走在路上碰到了一個正在哭泣的離子小妹妹 疑問之下 原來是牆腳鞭一直盯著他看的癡漢小男孩 次郎欺負他 丹這時過來笑著跟妹說是打情罵俏了 被丹說中的赤狼只要更小Densuki的逃走了 月面宮殿這邊 由於大獸神又復活再加上布萊的加入 讓潘朵拉氣得蹊跷生煙 同時間又看到不長癮的拉米在他面前大賽恩愛 受不了的潘朵拉只要找藝術老妖精做出一個怪人 皮克西 皮克西出處是流傳在英國西南部愛惡作劇的小精靈 只要被他的球擊中的人都會得到戀愛病 第一眼看到的任何東西都會喜歡 就連受戀者在與皮克西戰鬥中也慘招毒手 安瀚破一重招 因此對妹展開瘋狂的追求 一旁偷看的赤狼知道是粉紅色的球搞的鬼 於是騙趁機幹走了皮克西的球 好不容易逃回宮殿裡的雞等人 就由巴掌查看了恐龍傳記 終於知道皮克西的來歷 他是丘比特一族 因為愛惡作劇被逐出神界因此墮落了 但我早查了一些網路文獻 並沒有這種說法 估計是編劇自己編的吧 巴掌接著跟大家說 皮克西的弱點是頭上的角 只要弄斷他就能解除魔咒 而幹走戀愛球的次郎 正要逼李子吞下球時 找到哼哈惡將綁架 拐打正著救了李子 並與隨後趕來的雞等人再次打了起來 不巧的是 哼哈惡將在搶奪球時發生了意外 球不慎掉落到剛志的嘴裡並吞下去了 剛志因此愛上了他的摩托車 還真是很惡搞的劇情 而李子這邊又遇上了大危機 被許多吞下球的孩子們追到了死胡同 還好次郎及時出現賀子眾人 將李梅給救走了 並且還在妹與皮克西的戰鬥中 幫助妹將皮克西頭上的腳打斷 大家的戀愛病也因此被化解了 但此舉卻徹底激怒皮克西 不用藉著魔咒就能巨大化 並對妹等人釋放出粉紅色氣體 讓妹等人愛上了皮克西 這時解除詛咒的鋼智等人駕駛守護獸前來支援 並配合布萊教出龍皇凱撒合體為鋼龍神 聯合機駕駛著霸王龍對抗皮克西與拉米附機黨 在雙方戰況僵持不下時 鋼龍神取出鋼龍槍 並使出超爆裂龍神圖 結果皮克西卻茶茶的衝過來送頭 被一槍給捅爆了 事件結束後 李子與赤狼的關係因此變好了 於是小兩口便在打鬧中結束這回合 緊接著月面宮殿這邊因為拉米的加入 兩個哼哈二將 生怕他影響自己在潘朵拉心中的地位 失智幹走老妖精的手伴擅自魔改一番 產出了新的怪物烏龜萬年 於是這三個火寶本來想射出綠燈光線偷襲破衣 卻因錯陽差打偏 率先擊中了許多倒霉的小朋友 但破衣卻沒有這麼好運 沒閃過第二發光線 只要被綠燈擊中的人都會動個不停 隨後受聯者趕智想要消滅烏龜 鋼智等人卻被紅燈擊中導致無法行動 只有機倖免於難展開反擊 三個火寶劍打不過趕緊繞跑了 回到神殿的機只能靠巴雜查閱恐龍戰績 發現烏龜怕的是平靜之花的花粉 這花粉就在希望之山 但這山只有被烏龜光線擊中的人才能看到 於是機只好拜託跑不停的破衣 到希望之山取得平靜之花 自己則負責牽制烏龜 然而在城市大鬧的烏龜突然巨大化 機只好駕駛霸王龍雨滋應戰 另一方面在醫院裡安置了許多動個不停的小孩們 如果一直動下去會因此饒累而死 而機這邊也陷入了苦戰 聽到弟弟哀嚎的不來 已經成為護地狂謀的他 趕緊來到縣市呼喚龍皇凱撒助拳 屌虐烏龜一番 但兩人卻大意被耍詐的烏龜射出紅燈因此動彈不得 還好在希望之山的破衣 憑藉著不屈不饒的毅力 終於取得希望之花 並回到城市跳到烏龜頭上散播花粉 烏龜法力因此被破解了 霸王龍劍機不可思噴出久違的霸王龍衝擊波消滅了烏龜 回到月面宮殿 潘朵拉似乎已經忘了奪取恐龍蛋的事 他這次要老妖精製作出拖籃毒株 並依附在公園裡的妖精紀念碑裡 隔天早上這個妖精紀念碑 周圍突然出現了很多白色的蝴蝶飛舞 但只要白色蝴蝶飛舞過的地方 小孩們都會一一倒下 受聯者將孩子們送到醫院後 醫生告訴機等人 孩子們都得到了昏睡性腦炎 會昏昏沉沉持續沉睡 更糟糕的狀況會衰弱導致死亡 月面宮殿的潘朵拉向手下們解釋 這些惡魔之蝶 是用毒株體內分泌的毒素所產生出來的 他將等著孩子們一個個死去啊 受聯者焦急地回到公園 調查著詭異的白色蝴蝶後 終於發現小孩突然沉睡的秘密 就是白色蝴蝶所攜帶的粉末 鋼製更聯想到是妖精紀念碑的鬼 於是他立即變身把雕像摧毀 果然裡面藏了一隻毒株 既魔被釋破了 護怪狂魔格力風煞 也立刻前來攪局 雙方過沒幾招 潘朵拉就按捺不住 把魔杖頭下將毒株拒大化 受聯者健壯馬上呼叫大獸神 一記鐵拳往毒株臉上招呼 毒株立刻反擊 吐出白色泡沫 將大獸神噴得滿身都是 接著毒株拋射蜘蛛網將大獸神電到解體 霸王龍只好負責當坦牽制毒株 其餘守護獸便在一旁連番輸出 但終究還是敵不過毒株強大火力攻擊 即將敗北收藏 於是護帝狂魔不來又登場了 他吹奏笛聲呼叫龍皇凱薩 並與其夥伴們合體為鋼龍神後 使出處刑技超暴烈龍神圖 又統報了主動前來受死的怪物 於是公園終於恢復了平靜 然而潘朵拉一族蠢四海不止一樁 拖拖巴特幹走潘朵拉心愛的腳踏車 並騎在天空上給受聯者正要吃的冰下藥 魅雨但不小心吃下去後 性格突然大變 他們不僅對其餘成員暴力相像 還穿著一身龐克裝在街上到處惹事生飛 魅更前往賭場做裝 出老千被發現 單便出現在賭客前痛咒這群賭客們 第一方面 基等人在找魅跟丹時 找受怪物的襲擊 這次的怪物是豬龍草青蛙 設計原型是豬龍草 由於受聯者三缺二 無法發揮真正威力 連咆哮加龍炮都不能使用 所以只好暫時撤退回神殿 再次麻煩巴札老人家查閱恐龍傳記 得知要讓魅雨丹恢復正常 需要找到拔出來就會慘叫的曼陀羅草根 於是巴札要機對付怪物 自己負責找出草根 然而魅雨丹生意越做越大 竟然混入黑道幹起黑吃黑的戲碼 而巴札來到森林裡找曼陀羅草根時 中途被黏土兵襲擊包圍了 還好巴札早早準備好繩索 套上不遠處的曼陀羅草根立刻拔除 黏土兵也在曼陀羅草根的慘叫下化為灰燼 為何巴札沒事呢? 因為他早已戴上耳塞了 拿到草根的巴札立刻趕到魅雨丹吃飯的餐廳 立馬抓住兩人的頭互撞 隨後取出曼陀羅草根 把草根擠出的肢意強迫兩人喝下 沒想到竟然無效啊 接著魅雨丹吵了起來 但便拿草根敲打魅的頭 這時草根發出的笑聲才是破解藥效的方法 魅雨丹終於恢復正常了 另一方面 受聯者已經被怪物吞噬 趕到戰場的丹本想捨身被吞 讓魅趁機拿弓射擊怪物弱點 結果拖拖巴特卻偷襲將魅推開 竹龍草再吐出舌頭捕了魅一刀 將魅打得解除變身啊 魅面臨這糟糕的局勢 只好轉身跑進森林 默默等待敵人跳入他所射下的陷阱 果然這兩個白痴 本以為可以吞噬魅時卻觸發了陷阱 陷阱射出的劍也全數命中怪物的弱點 姬等人終於從怪物口中解放出來 憤怒的受聯者接連使出奮力一擊 朝怪物猛烈招呼 最後再交由魅射出必殺一劍 滾尿流逃滋夭夭 事件結束後 受聯者們在吃兵調侃魅時 仰慕他的混混們找上了魅 要魅收他為部下 魅魚丹只好趕緊繞跑了 那麼今天的故事就介紹到這邊 下集開始就是本作的高潮 粉絲們印象最深的科學怪人 頭目大撒旦 獸騎神萬龍王 獸帝大獸神 以及救急大獸神華麗登場 還請大家千萬不要錯過哦 如果覺得樂傑君整理的不錯 也可以點擊影片右下角的超級感謝 請樂傑君喝杯咖啡 最低只要30元哦 感謝您協助團隊們 繼續提供大家優質又懷舊的動畫介紹 喜歡古早味的朋友 一定要訂閱 不負責任風動漫 不負責任熱血君兩個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好嗎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去年輕便 來吧 去年輕時 去年輕人 去年輕微男子 回目 往後 來吧 來吧 去年輕人 去年輕人 感谢观看